对检察官与重罪犯之间交锋并不陌生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与前总统川普 明天将于电视的黄金时段首次在数以百万计观众面前进行辩论 有分析家认为两人采取的辩论手法将成为鲜明的对比 公共关系专家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前新闻秘书柯内舒斯基告诉法新社 这场辩论的惊人之处在意我们将是历来头一次看到检察官直接对决被定罪的重罪犯 辩论技巧的研究者发现现年78岁的川普是乱枪打鸟乱正的狂热支持者 这个辩论战术因美国生物化学家吉西而得名 吉西会在短时间内使用一连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谬误扭曲及分散注意力来压制对手 他曾为圣经记载世界在六天内创造仪式辩护 称其真实无误 众所周知川普对政策的掌握程度并不细致 他的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拖垮对手 他会把阴谋论奇闻异事和离体话题拼凑成为杂乱无章的话语 坚身难懂而且难以辩论 马里兰州文理学院华盛顿学院政治系教授希克尔说 很难以一个快速改变话题为如实或完全回答问题的人进行辩论 不过分析家警告尽管乱枪打鸟乱正可能让对手处于不利地位 但对于想要利用这次机会展现总统风范的人而言 就是危险的策略 纽约州宾安顿大学教授政治分析家尼曼认为 身为一名辩论者川普活力洋溢 为众人带来确定性和力量 而且从来不认错 对许多人来说这就是总统要具备的特质 此外分析家预测被仰慕者称为卡玛拉警察的59岁贺锦利 将利用他曾任地区检察官的经历 就川普在2021年国会大厦致命遇袭事件扮演的角色和他犯下的多起刑事案件 向川普施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